包含就是像NAP啦或者甚至像云端硬碟啦或者是其他的相关Service 那其实他这个我讲过啦其实也是有商业上的考量 因为他虽然是Free的可是总不能永远都Free的 尤其是大陆山寨机现在其实他的 本来怎么样你会发现他市场越来越大但是因为这样关系 你会发现山寨再加上现在硬体也荡下来了 最近那个什么那个华硕也出了ZenFone跟小米机要一较长了 我发现我现在超超便宜不到4000块的价钱 我都很心动了结果就把他定了一只 可是要等呢 最常要等一个月我想说等 没关系就给他等嘛反正买来就玩玩看嘛 我是定那个4000多块的 他的2G RAM然后他那个Atom的那个1.6的啦 1.6我觉得好像差不了多少 他是双核心我看一下那网络的 评价硬体的效能大概已经是高通的4盒 甚至比联发科的4盒还要更快 所以那这样的价钱 再加上5寸的大萤幕 还有IPS的那个高亮度的那个萤幕 然后还有那个相机功能好像也是2.0大光圈 拍摄效果看网络评价好像都还不错 所以这样的价钱 还有他的组装的质感 大部分都没有 批评的 非常扎实 所以以这样的价钱 配上 这样的品质 还有给你的东西 那简直太杀了 所以你说山寨机还有什么空间 以前什么长江什么长江机 大概就卖这样的价钱 可是 品质当然就不行了 你看光那个什么 萤幕一看 怎么颜色就不太对 触控的感觉更不对 怎么感觉好像 我是有touch到 怎么没有动 因为他实在是太不精确了 但是华硕这一款不是 他标榜就是 他连戴手套 都可以去touch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东西 而且现在有一些甚至 我看网路上还有不到4000块的机制 所以这样的东西 不想各位可以拿来玩玩看 如果有一些闲钱的话 像我 我的手机之前就是 有看到便宜的我就买 但最新的我不会买 2万多块手机 我可以买很多支 对 所以我看很多身边朋友 尤其女性朋友 最新的一出来就买了 我想说 我宁可挑 稍微前几个档次的 对 然后等他已经荡到不行了 像Payphone好了 Payphone刚出来也是 差不多 全部加起来2万多块吧 我是等到他已经不到1万块 再入手 对 大概 周期性 他 早期的电子产品 大概可以 撑个一年之后 再对折 但是现在 可能不到一年 大概半年到一年之间 就对折 所以你等到他半年 忍一下 忍个半年 他等到已经对折了 你再入手 不就可以省很多钱 OK 那玩起来的感觉不会差 那这个地方就把Live加进来之后的话 再去网路上申请 这个文码我想没有问题 去申请 只是说你换一个地方 只要你的环境 变更的时候 那你就要再去 更改一下 不过我有试过 好像